这个手艺还真是得练 这X真吃不出来 随便看真假立线 某点评网必吃榜绿茶餐厅 雅仁233 西湖酥醋鱼68 这个鱼跟我点菜那照片不符 我点那个是那样的 咋这X这烫呀 酥度不够 鱼的新鲜程度还可以 没有那种过多的鱼腥味 这汁点这个醋很酸很呛 上桌子就呛了小李我们两个人 哎呀鼻子都痛气了 而且这个鱼啊 表面还炸的有糊的地方 就是翻过来炸的时候 在锅底也蹭的黑的 鱼不酥 味太呛 还炸糊了 蒜香齿齿排骨48 这个也炸糊了 这个手艺还真是得练 这X真吃不出来 一不留陈就翻车 蒜香排骨 蜜汁 但是它的甜度是没有那么重的 在我印象当中要蜜汁的话 最起码它是甜的 吃着跟金色鱼蜜一样香甜 但是这个名字我估计它得换换 这你要当一个蒜香排骨卖 那我觉得挺标准的 要是当蜜汁排骨卖 你这甜度差的太多了 鲜虾 雪鱼 狮子头 18块钱 一个咸鲜味 虽然这个不是新鲜的鱼做的 感觉还是保留了鱼肉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鱼肉包裹了里边的小虾仁 里边还配了马蹄 特别的嫩 拿块力加啪就散了 这个说实话 我刚上的时候 我觉得不会很好吃 但是还好 就十来块钱 这个不错 绿茶烤鸡 36 半只 有黑的 尝尝是不是糊了 这不是烤的 鸡胸的黑 不干 还有责分的 这个烤鸡 跟外面我们买的那种二氧烤鸡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味道调的很淡很淡的 表皮会有点味 它里边鸡什么味 它就是什么味 葱油腰花48 这腰花有点意思 像轮胎一样 腰花本身的味道保留的还是 但是有有不少 放葱油了也没压住 其实它这种腰花处理的方法 就是多少会有点问题 应该用传统机的那种麦翠花刀 因为打完这花刀的碎儿 特别细 所以它很容易入味 也很容易把这个异味去掉 这线条辣粗 不是一定要遵循传统 但是传统的做法 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好 我们做个总结 就是中午我们俩人233 总共点了5个菜 俩糊的 还一骚的 换谁估计也不会很高兴 再说价格 还在商超里人均100铺头 贵到真不贵 但是它量不大 我只能说还是在标准毛利放一只内的